那晚安捷的選手現場 我們先帶來看到的是美國總統拜登 18號在這個華府進教大衛營 他即將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南韓總統尹錫悅 來召開美日韓的領袖峰會 在峰會登場前夕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今天上午就率先跟 日本的外相林芳正 還有韓國的外交部長蒲正 先舉行視訊會議 當然也就是要為了美日韓三方 來先做暖身 那布林肯他在事後的這個國務院召開的記者會 就表示這場峰會有他 他特別之處就是在2015年之後 首度有外國領袖造訪大衛營 其實是有歷史意義的 這也是美日韓首度單獨召開領袖峰會 好布林肯表示三位領袖 將會是有機會討論跟強化多項的優先合作事項 從實體的安全到經濟安全 跟全球科技的一些新興的議題等等 好美日韓是會加強互動 但有助於印太地區的實現自由開放的願景 好不過其實外界都在關注的 這一次美日韓的峰會會聚焦在中國大陸 或者是北韓的挑戰嗎 布林肯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好另外當然大家都很關注的是 會不會談到台海的議題呢 當然是我們之後可以聚焦的 那布林肯現在也說這個峰會其實不是會被任何單一的主題主宰 但確實安全是美日韓同盟的一個核心的議題跟重點 好就在美日韓峰會即將要召開之際 美韓在前幾天就先宣布了 從8月底21號開始就會登場有一個軍演登場 那這一次的軍演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應對北韓的威脅 那美軍也出動首度出動他們在川普時期就成立的這一支太空軍隊 當然是有鑑於北韓日前發射間諜衛星 好來做一個因應 那外界分析說太空軍的加入就是希望日後在整個戰事的整合來做一個演練 好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呢 美國持續在印太地區跟他們的盟友來軍演 包括了南韓 好上半年只有蠻多次的 那也有跟菲律賓來軍演 劍指中俄的意味是相當的濃厚的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最新出刊的中共的黨媒雜誌求是上面 就批評美國的現代化其實是充滿了戰爭 泛奴還有殖民跟掠奪等等的血腥罪惡 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大的苦難 這也被解讀說這是他上任之後 對於西方國家做出最嚴重的批判 好同時間中國大陸的防長李尚福 在昨天到莫斯科這邊出席的是國際安全會議 他也重申了全球安全倡議 另外他也是批評美國再度以霸權霸凌他國 干涉他國內政 遏制打壓別國發展的霸凌行為 既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也深不得人心 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示意干涉他國的內政霸道的做法 正引起國際社會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 這些錯誤的行徑 剝奪的是別國應享有的發展權和自主權 是造成世界動盪不靈的亂源和禍源 好美韓即將在8月21號再度軍演 當然其實現在外界最關注的就是那北韓的態度呢 有沒有可能會再發射飛彈來挑釁 作為他們的回應 而現在其實外界都聚焦的是 他就是上個月從南韓這邊越過南北韓軍事分界 進入北韓的美軍二等兵金恩 好目前還是下落不明的 當然美國先前也說 還是沒有辦法跟北韓來做一個溝通 不知道金恩到底他現在的狀況如何 北韓官媒在今天是首度公布了金恩的最新狀況 指出金恩他有表達說 想在當地或是尋求第三國的庇護這樣子的意願 北韓官媒也報導說金恩坦承 因為對美國陸軍內部的不人道的對待 跟種族歧視感到噁心 所以他決定穿越軍事分界線來到北韓 北韓官媒更指出金恩 他有表達想在北韓或是第三個國家尋求庇護的意願 也表示他對於美國不平等的社會感到幻滅 但是呢對於北韓的相關報導 目前美國是沒有任何回應的 好接著來聚焦的是 賴副總統最近他是以特使的 總統特使的身份出訪南美洲的邦交國家巴拉圭 也見證了新任總統貝尼亞的宣誓就職 同時他也跟多國政要同框 在此之前他接受了彭博社獨家的專訪 也對台海情勢發表了他的立場 持續引發討論 副總統賴清德以特使身份出訪巴拉圭 新總統貝尼亞就職典禮 去城過境美國紐約 展開七天六夜的行程 也是這次的重頭大戲 就職典禮上賴清德與美國內政部長哈蘭互動 雙方寒暄大約一分多鐘 此外賴清德也和巴西總統 以及多國政要同框 在他參加就職典禮之前 他也接受彭博的專訪 訪問中主持人提到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錯綜複雜 還提到對習近平的看法 臺海問題一直都是國際間關注的焦點 賴清德說 臺海局勢緊張不是臺灣造成 而是來自大陸獨斷的作為 雙方就台獨問題你來我往 他提到臺灣是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 不存在獨立框架 賴清德表示他會延續蔡總統 中華民國的用法 不打算更改國民 他也表示臺灣和大陸互不隸屬 沒有必要再宣布獨立 針對賴清德日前彭博專訪 大陸駐美大使怒批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臺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 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 賴清德為圖謀政治私利 大肆宣揚台獨分裂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並批評賴清德是 徹頭徹尾的麻煩製造者 記者綜合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 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員 請下架